那一年第一次来这里 是我少林工夫的这个故事的开始 因为学知识对我来说是个开心的课程 我也希望让别人理解这就是如此 不是因为我学得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蒙像来这里 我叫Suitlana 我从罗西亚市町Pieterburg 我叫Lana 来自于俄罗斯圣皮特宝 我已经学了13年 我已经学了13年了 2009年我去英国学习英文 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哥伦比亚人 他表演了中国武术 所以对武功也产生了兴趣 后来回来俄罗斯后也想试一试 就在网络上开始搜索 看圣皮特宝有哪些武馆 这样就找到了少林工夫武馆 我一辈子就有一个感觉 我好像缺少什么东西 非常重要的内在的一个东西 见到了那位师傅 我就知道了我需要的是什么 可能是全种的智慧 从那时候开始 我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来到中国 学习汉语 学习中国和少林文化 2013年是第一次来少林寺的 见到了很多僧人 见到了少林工夫 整个环境 让我感到十分开心 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其实那一年第一次来这里 是我少林工夫的故事的开始 看到了五三的表演 看到了他们的动作 就知道自己的动作不标准 当然很想跟他们学习 其实肉拳我已经在 圣皮特宝开始学习的 然后洋庄师傅给我 看看他自己怎么练 我跟洋庄师傅练了肉拳 2013年我一点汉语都不会说 为了更好的学习少林工夫和少林文化 2014年我去海尔滨学习汉语 学习汉语的是一个过程 不能一下子就学会了 每次来到这里 都能说一些话 比钱多一些 然后我带着自己的问题 去找师傅问问 不只是在武功的领域 而且在禅修的文化方面的一些 虽然汉语说得不太好 但是只要愿意说话 愿意跟人打交道 师傅很支持我 这我能感受到 所以慢慢地就轻松了 慢慢开始跟师傅说话 这个问题就没了 这个动作是要拦出去 对 前掌要拦出去 砍拦拿 冲拳 在学习少林工夫的过程中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是欧洲的 还有几个俄罗斯的朋友 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体验到的是什么 在连少林工夫的过程中 我的身心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的肉身变了更强 我的心变了很安宁 以前我在什么不熟悉的情况 就会感到非常紧张 而且如果做什么不对 我就放到心上 内在的感觉非常不舒服 现在我慢慢就让自己安定下来 我知道可能在一些方面我会做错 但是我想学习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2016年我学了当中式按摩 回国后就开始练习练习 我当按摩师 有时候人不来找我 身体可能没有什么严重的病 但是他不会放松 他一直很紧张 这不是肉身的问题 是心理的问题 然后做按摩的时候 我给他讲一些少林文化的内容 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帮助自己 因为少林文化和少林功夫的特点是全五合一 我们练武功的时候也是全修的一部分 我们让自己的心定下来 在练武的过程中就是保持这个理念 来学习 然后不管你在平常生活中做什么 你可以用这个概念做事情 抓住当下 踏踏实实地做 因为学知识对我来说是个开心的过程 我也希望让别人理解 这就是如此 现在很多俄罗斯人来中国学习 同时很多中国人也去俄罗斯留学 我们互相认识 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 我们交朋友 我们的友谊变得更强 我希望将来更多俄罗斯人能来到中国 天下中国文化和少林文化 这种少林文化是1500年地代圣人 锤炼出来的 由来人们的生活的提升 近几十年跟世界不同的地区 不同国家 不同信仰的规定 经过很好的交往活动 得到了不同人们的尊重和支持 像经常到少林时代 反复到少林时代的养体制很多了 几乎在世界各大周全覆盖了 几乎每年都来 甚至一年来多次 通过来少林时这种反映 生活一段时间 自己身心里得到生化 和这种优秀的文化 人类优秀的遗产 能跟世界各地更多人进行分享 为人类的健康 促进世界和平 多做一些贡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